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吃一间12月中才刚开幕的 王品旗下的韩式烤肉 每次只要看到新的韩式料理店都会非常吸引到我 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爱吃韩式料理的人 不过据说他们引进最道地的韩式圆块烤肉 还有一些惊喜的吃法 喜欢肉的我怎么会错过呢 我们就一起来吃吃看吧 影片开始之前请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 喜欢我的影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这间新开的金箍韩式圆块烤肉 就位在西门老天路隔壁7的二楼 其实远远的就会看到他们蓝色的招牌非常的显眼 店内的环境我一进来的时候有一点吓到 是真的很韩式烤肉的感觉 看到那个烟囱觉得这一切都对了 入座后店员会先给你QR Code 一律都是使用QR Code点餐 金箍是网品集团旗下的品牌 所以基本上它都会是以套餐的形式 可以依照人数或是食量来选择套餐 他们的套餐都是有肉品跟副食 依照套餐的等级不同选择也会有不同 另外除了猪肉套餐之外 喜欢吃牛肉的朋友也有金箍棒牛猪套餐 不得不说他们在套餐取名上是挺幽默的 另外他们的副食也是可以另外单点 选择也是非常多像是煎饼啊 年糕冷面等等 最后吃烤肉怎么可以错过酒类呢 酒的话就是正常含料店会有的种类啦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一入座的时候啊桌上就已经摆满了 满满的小菜跟酱料 韩式料理的小菜也是非常重要的 小菜的部分有提供五种 泡菜、小黄瓜、葱丝、腌萝卜、豆芽 都是可以无限续点 泡菜的部分本身不会很辣 几乎是不太辣的那种 酸度跟脆度都表现得不错 这个小黄瓜非常深得我心 虽然它就是深的小黄瓜 但是沾它们特调的葱葱酱非常好吃 会让小黄瓜变得更有味道、很清爽 这小黄瓜我续了超多次的 豆芽的部分我自己比较没有偏好 但是吃起来我觉得是表现正常 烟酱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葱丝的部分我本来很期待 因为我是一个不吃葱的人 但是这种韩式的葱我很爱 但这个葱丝的葱味超级重 怕葱的朋友可能要稍微避开哦 烟萝卜的基底是有用芥末 所以吃起来是酸、带一点点微嗆的感觉 清爽之中又带有一点葱籍 我是蛮喜欢的 首先第一个是韩式大酱豆腐锅 光看到这个颜色我就先给过 看起来就是超级重口味的那种 它的锅底里面的料非常丰富 有香菇、豆腐、桀瓜、虾子、蛤蜊等等 这些料煮久了之后是都可以吸附到糖汁的味道 非常好吃 汤底真的就是重口味的那种是浓郁的大酱味道 整体的咸度比较高 如果汤底没了你都可以额外再加糖 但里面的料就不能再续了哦 今天的重头戏就是烤肉啦 肉盘送上来的时候店员都会先一一介绍每一款肉品 我光是看到这个肉的时候口水就一直流啦 我们这一次点的是金菇棒套餐 就有猪五花、松板猪、猪梅花、寒酱牛 然后旁边都会贴一个贴纸说它的总重量是多少啊 实际给你的重量是多少 有点像说这个肉的克素有点撒必俗给你的感觉啦 另外一点我觉得金菇非常赞的是 这边的肉品都是由专人桌边服务 所以你根本不用自己来 你就是乖乖的做好吃就对了 是不是超赞 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说你自己厨艺不佳啊 把肉烤坏或是没烤熟等等 总之就是交给专业的来就对了 第一个是猪梅花 烤好的时候我光是闻到那个香气就已经受不了了 店员还问说你是不是很饿 我心想说对我真的很饿 我真的很想吃肉 肉品的部分店员都会帮你切成小块小块的 非常方便食用 而且烤好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专业级的好吃 猪梅花的部分是肥瘦相间 吃起来不会太油 是非常有肉感的那种 外面烤过的部分会有一点脆脆的口感 单吃肉不沾酱其实就很有味道 真的很好吃 当然韩式烤肉最重要就是要包生菜一起吃 夹自己喜欢的小菜像是泡菜 葱丝烤蒜头 整个包在一起再一口塞进嘴巴 绝对是超级满足超级爽 看看沐浴阳满足的表情就可以知道有多好吃了吧 如果你是喜欢吃紫苏叶的 你也可以用紫苏叶包肉吃 一样加好加满喜欢的配料 包起来一口吃下去绝对是超级满足 不过目前只有生菜可以蓄点 紫苏叶目前是没有无限供应的哦 紧接着在吃的同时啊店员就会帮你烤第二round的肉 也就是猪五花 他们家的猪五花看起来就非常漂亮 你看看那个烤过的金黄色泽 是不是看起来超级欠吃的 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家针对猪五花 有三种特别的吃法 店员在烤好之后会先把肉切成小块 同时跟你解说不同的吃法 第一吃当然就最简单的就是包生菜吃 店员也会解说最重要就是你要包哪一些东西 包好了之后一口塞进嘴巴里面就好 猪五花本身是油脂比较多 搭配生菜吃真的很好吃 生菜的那个清爽是可以中和那个猪五花的油腻感 真的是一直吃会停不下来的那一种 第二吃就是最厉害也最有特色的 店员会先把麻洒莱拉起司放到烤盘上烤2-3秒 再放上烤好的猪五花 最后帮猪五花盖上起司棉被 Oh my god 那个起司融化覆盖在猪五花上面 看起来真的超级厉害的 重点是也超好吃 浓郁的起司味道会在嘴巴里面绽放 搭配上带有油脂的猪五花 我的天啊 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搭 这一道是我们公认最好吃的搭配 如果跟我们一样是起司控的 绝对不要错过 第三吃也是非常特别的爆炒酱罗勒 他们采用香草之王甜罗勒搭配蜜质的寒酱 加上猪五花一起爆炒 在炒的时候我还跟店员说 诶 这也太像三杯鸡了吧 没错 光是在炒的那个香气 真的就很像三杯的风味 但是吃起来的风味反而是三杯加上甜醋的感觉 有罗勒的香气搭配上甜咸的酱汁 再多了一些烤肉的蜜汁酱汁的感觉 是一道非常特别没有这样的吃过的猪五花也是非常好吃 再来是松板猪 店员在放上食材之后都会用这个韩国原装进口的鸭板 让肉可以均匀的受热 据说这样烤出来的肉才会超好吃 松板猪的部分也是很好吃 吃到松板猪该有的Q弹的口感 而且还是保有猪肉的肉感 也是一个不用沾酱就蛮好吃的一块肉 再来是韩酱牛 这个韩酱牛是本身就已经有腌过 因此在烤的时候就会充斥着很香的那个酱香气 店员也有说因为他们的肉质是不错的 因此建议烤五到七分熟就好 牛肉的表现也是不错 因为是选用牛五花的部分 是吃得到比较油的部分 但是不会太油啦 搭配上非常软嫩的牛肉 加上原本就已经有酱腌过 吃起来是甜甜的风味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最后是我们额外加点的 B-Botel烤猪皮 没错身为猪皮lover的我们怎么能够错过呢 店员有说他们家的猪皮是已经先卤过的 因此只是烤出它的脆度跟香气而已 猪皮也有特调的酱料 建议是沾酱搭配芝麻一起吃 他们家的猪皮口感是我喜欢的 是比较有嚼劲的猪皮 烤过之后整体不会太油 香气很够 但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多的芝麻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单纯吃的猪皮那个咸香度就蛮够蛮好吃的了 再来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的部分是每一道肉品烤完之后 都会把烤盘清洁过再烤下一款肉 这样可以避免肉与肉之间味道互相沾染 这一点蛮棒的 而且每一道肉在烤之前 也会先测过烤盘的温度 确保肉品都能在最适合的温度下去烤 真的是蛮用心的 当然啦 吃烤肉怎么可以没有酒呢 好啦 其实我们也是吃到一半的时候想说点一瓶啤酒来喝 如果我们现在人是在韩国的话 可能桌上都是五六瓶起跳啦 再来他们的副食也很厉害 首先这个经典新奇煎饼 送上来的时候我们先惊叹了三秒 看起来也太好吃的感觉了吧 跟外面的韩式煎饼非常不一样 它的外皮是有酥脆感的 吃起来的口感甚至有一点像是那种蛋煎皮的感觉 本身煎饼粉浆不是很厚重的类型 泡菜的味道也刚刚好 沾一点他们特调好的煎饼酱真的是很好吃 这个煎饼完全是可以再加点一份外带回家吃的那种 另外一个爆炸起司蒸蛋 这个在套餐里面是要再加30元的 但看到这个画面 你就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加30元点这个 光是用看的就觉得超级厉害啊 他们家的蒸蛋是真的有还原在韩国会吃到的那种蒸蛋 蒸蛋本身非常多汁 而且蛋体是扎实绵密的那种 搭配上外面有点像是番茄酱的酱料一起吃 真的超搭 加上起司已经是融在那个蛋液里面了 所以你吃得到起司的咸香 这一份一定要加点 你一定会很不小心一直挖一口挖一口来吃 真的很赞 再来是雪花起司玉米 这倒是套餐里面本来就有附的 但是因为我们选了别种 但又想吃吃看 所以我们额外又加点 原本想说这个玉米应该还好 但这个玉米很特别的是 它玉米底下有一个白白的那个是糖 所以吃起来是让玉米又更有甜味 搭配上咸香的起司酱真的很搭 让原本蛮无聊的玉米又多了一些风味 这个是参加活动赠送的起司年糕热狗串 年糕也是非常好吃 这个起司有一点像是美乃滋的感觉 咸甜咸甜的 风味真的不错 这一串也是吃完之后 也会想要再加点一串来吃的那种 最后整个吃完之后 店员就走过来说 来帮你们弄炒饭咯 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饱到不行了 店员他会用旁边的火锅剩余的汤底 加上饭 韩式腌黄瓜 海苔一起拌炒 把饭炒到几乎收汁的状态 其实炒好的当下 我已经眼神死了 真的吃不下了 可是又吃了一口觉得 天哪这炒饭也太好吃了吧 它的饭力本身有吸附到大酱汤的咸味 搭配上黄瓜又一个脆脆的口感 然后再加上海苔的香气 这炒饭真的是你再饱都要挖几口来吃的那种 太厉害了 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们家各方面真的都表现得很好 我们一致给出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肉品 真的是吃到品质不错的肉 而且也有自己特色的吃法 最优秀的是有专业的店员帮忙带烤 光这点我真的就给满分啦 同时我觉得其他的腹食也表现得不错 除了精致之外 口味上也是很有风味 虽然说不上超级韩国风味啦 但我觉得也有七八成像了 真的是蛮棒的 当然啦 因为这家是网品旗下的品牌 我觉得该有的服务品质绝对是不在话下 但也因为是这样 他们的套餐的价格是比较高一点的 但我觉得就蛮适合多人一起来吃 大家一起share 又可以吃到多一点东西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真的是蛮推荐大家来吃吃看 真的会吃到很饱很满足喔 最后结当之前啊 依照你今天的消费状况会收到这个代币 你就可以用这个代币去玩夹娃娃机跟扭蛋 我是觉得挺有趣的啦 多了一点趣味性这样 但是这个游乐区啊就卡在那个入口的楼梯处 要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你不要一夹到太激动就摔倒了喔 我们这次去吃的时候是还在试营运的时候 但是他已经就有开放inline线上定位 想去吃的朋友都可以先定位 才不会在现场等太久喔 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也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 以及好吃的美食喔 也可以追踪我的IG 看更多美食与旅游的分享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